注意看 这个游戏太狠了 就在前一秒 我和老婆小安 一同对抗智能外星人的入侵 而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明德 那咱们就直接 书接上回 胜利女神 尼姬 台湾本次的代理是加码移动 看到官网这精美的合作伙伴 腾讯 中手游 完美世界 游主网路 网易 各个都令人瑟瑟发抖 该公司过往也代理过像白夜极光 妄想山海 文明与征服等 还有股东之一的地心引力 看看他们志傲的把这些游戏 放在他们的官网展现 就知道是一件不简单的公司 而加码移动该公司 又想要搞什么NFT跟元宇宙 至于是想前瞻部署 还是播种切菜 这懂得都懂 等真的未来能将SL实现的话 请记得烧给我 总之就是今天跟中国游戏厂商接触密切的公司 而且还能拿到本次游戏的代理 毕竟本次游戏的运营商都是交由腾讯海外的子公司 Level Infinite负责 背后肯定又有一个暖心的故事吧 这次我也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 很多人包括B站上做推荐伺服器的时候 都是推日服、韩服、国际服为主 完全不推台服 毕竟台服的官服速度就跟翻脸的女人一样 难以预料 游戏的开发商是Shift Up 这间在美术方面的质量是完全不用质疑的 从2016年上架的秘密之子就可以看出来 虽然初期的表现不通 但厂商也没有放弃 后面的品质是越来越好 不过这款营收其实并不太好 除了游戏本身空洞的内容以外 还有当时逆天的营运跟定价策略 所以一款游戏 好的策划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款即将推出的主机作品 新任 真的是可以看到满满的钱在燃烧 对比那些宣称集一开发5000人团队的 除了只会偷素材打广告以外 我还真看不出来钱花在哪里 而该公司的CEO 金亨泰 不论是早期跟现在 在人物的曲线、细节刻画、色彩运用上 呈现的作品风格都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而他曾经也是NC旗下 剑林的美术总监 而游戏的剧情如开头所说 一如既往玩家转身到二次元作为指挥官 又再次踏上拯救世界的道路 那下面就让我省略了 直接进入本市的美术鉴赏环节 其实当时我以为这款的人物都是用三宣二的做法 后来才发现全程都是Live 2D 只有战斗探索的人物模型是用3D呈现 而游戏在立会的表现 看得出来下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真的也是策划要给美术下跪的 扣除掉软色情的部分 角色不只在表情动作的反应生动 甚至包含皮肤的质感 服装的配件也一点都不马虎 像这个吃到美味食物的表情 动作结尾后 这微微拉枪脱背带的动作 大衣跟裙摆的飘逸感 慵懒又带点无奈嫌麻烦的随性生活感 这个SM便宜的光泽质感 还有这位深色皮肤的角色 不过有些角色待机知识我是不太能理解 把手放在腰间不好吗 一直举在那手不酸吗 不过看到那个静离竖起的呆毛 真的是太有喜感了 其他还有像是 龐克 高冷 罗莉 中二 玄院 宅女 武士 机甲 魔法等风格 应有尽有 这如果要一个一个挑出来讲是介绍不完的 各位如果感兴趣就自己去游戏内挖掘吧 不过对比传统二游 这种真实感强力的画风 可能就不是人人都喜欢了 而游戏也遵循了 穿越多 站立越多的机制 后面这些R卡都是在比谁包的更紧 不过就可惜了 这些角色没有3D模型 而唯一的3D模型 就只有这个Q版小人 另外这些角色的造型跟人设都是有所关联的 你在故事进行的剧情中就可以察觉到 每个人物都会随着关卡剧情 养成互动的环节 逐步的立体丰满起来 但是不是每位都能获得公平登场的机会 就看厂商后续的文案功利了 而这游戏里面也是有些男角色啦 像这位看似斯文 但我总觉得他很腹黑的大叔 还有这登场就让我怀疑 美术是不是克了什么 麻烦你给我来一点 战斗方面 玩家要做的就是在后方 静静的欣赏美少女们 抖动的射击 结合不同的枪种类型来应付外形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 最少需要满足有 123位的类型 来触发技能链 而核心玩法 说白了 就是个挂机放置的类型 但他能脱离常见的那种烂大街玩法 总的来说 其实还是不错了 想想那些一堆用3D建模 都不见得能比他好的换皮手游 这以Live2D所呈现的战斗效果 也已经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而我认为厂商 其实是有试图想要满足 放置跟非放置的玩法 虽然路上大部分的关卡 只要无脑挂机就能过去了 但如果真的遇到打不过的关卡 也不一定是纯靠战力就能推过 像我有碰到比较卡手的4-15 5-2 爬塔模式的几关 都跟上场的配置 还有手动操作比较有关联 当然如果你靠课金用战力连过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对比很多放置游戏 就是纯拼战力 完全对操作还有策略 没有半毛关系的纯束直玩法 这关卡的设计就显得用心很多了 真的就是想做与不想做的差别 不过如果战力真的差太多 就还是老实收菜提升吧 而每个章节的个别关卡 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串联起来 全程提供语音跟live2D演出 就算剧情文本不一定可以让人买单 但这下族的成本跟诚意 是肉眼可见的 而既然讲到剧情 那我就要顺便提一嘴了 虽然开头就敢于发刀的勇气还不错 但还是显得薄弱了一点 明显情绪的累积时间过短 毕竟玩家才刚醒 又被各种晃动的 子弹干扰 一直迷迷糊糊的 我还想多看几眼 多熟悉这个世界 才正稍微了解这女人 这个游戏的时候 干你他妈就给我发刀了 尤其最后那举枪的环节 一瞬间让我连销到幻塔 突然那股不好的体验 马上就出现了 不过幻塔那是自己做事 两者并不在同一个比较层次 我是能明白厂商这样做 是因为作为前期的引导章节 他并不可能持续太久 所以这也只能算是个人的小抱怨吧 虽然不是好的结局 但也是个印象深刻的开始 不过这最高成本的演出 也在一开始就整个燃烧殆尽了 未来如果想看更多的话 只能靠玩家的课金解锁了 另外玩家还可以在战场上 寻找这个闪光点来挖掘道具 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彩蛋 但要把画面拉近才能看到 不论看大的我是很在行 但看小的真的是很折磨 我这个老人的眼睛都快看瞎了 另外还有这个家园系统 还蛮有乌托邦纳的氛围 可以进行建筑 派遣 滑感度等玩法 至于其他就表现一般般了 实际上目前能玩的内容 并不算太多 最后来聊聊课金吧 因为我是下载日版 所以换算上跟台版有误差的话请见谅 小月卡约180元 章节额外礼包约700元 一单2800元约20抽 所以10抽就要将近1400元了 老实说一卡牌游戏 是真的有点偏高了 而且它又没有保底机制 虽然如果你抽到满星的重复角色 它会给你一个代币 可以到商店去推换那个随缘抽SRSSR的道具 但你要累积到能抽完整的一个需求也不少 作为一个定位在富游 却敢开高价策略 真的不愧是你腾讯跟韩国的游戏了 虽然对比我介绍的上一款 或者过去介绍过的垃圾游戏 那种开价跟讨债没两样的恶心嘴脸比起来 似乎它又显得很合理 但也蛮劝退的 为了博悠重现丧失的开服后营收断崖式BOSS就拭目以待了 结论 课金虽买不了爱情 但他们不会背叛你 在二游品项类 最重要的就是靠角色以及剧情来驱动玩家买单 对比其他垃圾游戏 只有套烂皮跟一成不变的烂梗玩法 这款或许得不到你的买单 但至少能洗一洗同品项的市场污泥了 让那些折天只想用最烂的内容 赚最容易钱的厂商反思一下 希望未来人多点这类拉高同行水准的产品 这样玩家就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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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